詞・編曲 李宗盛 編曲 李宗盛 歡迎大家參加這次 旺旺中時媒體集團主辦的 大學院校反媒體壟斷法的辯論會 我們今天的辯論主題 是我國反媒體壟斷法 因納入電信網路 這個題目 我首先向各位介紹 我們今天與會的三位評審老師 第一位是我們台灣師範大學的教授 胡宥偉 胡老師 第二位是中華研究院法律學研究所的研究員 劉孔中 劉教授 第三位是台灣藝術大學教授賴翔偉 賴教授 接著我介紹這次參加比賽的兩支隊伍 我首先介紹正方 正方是國立台北大學 正方的一辯是林世維林同學 正方的二辯是黃上豪黃同學 正方的三辯也姓黃 黃家軍黃同學 另外我再介紹返方 返方是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 返方的一辯是劉建宗 劉同學 大家好 返方的二辯是許俊凱 許同學 大家好 返方的三辯是莊威莊同學 我們這次的比賽是採取新制奧瑞剛554制的辯論規則 原則上就是深論這個部分5分鐘 質詢及答辯5分鐘 結辯4分鐘 所以是554制 我們會在時間到的前一分鐘 主席這邊會按鈴一響 請示範 在時間到的前30秒 主席會按鈴兩響 在時間到的時候 主席會按鈴三響 屆時三響之後 時間到就請各位台上的辨識 就停止發言 主席我在這邊 我們在比賽呢 就在那個 臨響一分鐘後正式開始 我們請正方一遍上台聖論 我們請正方一遍上台聖論 各位好 首先釐清辯題 根據陳秉鴻教授的論文指出 媒體賓購將會導致內容與言論意見的單一化 舉例而言 民眾日報在轉移給東森集團前後一年間 民眾日報出現東森相關新聞的天數增為5倍 新聞數增為7倍 照片面積增加8倍 數量更是增為36倍 為了避免這種跨平台產生的媒體效應 在大法官市自364號解釋裡面就指出 為了維護言論自由 國家應該避免電視媒體被壟斷或是獨佔 大法官更進一步在私自614號當中指出 行政機關應該依此積極維護避免資訊壟斷 因此廣播電視壟斷防止與多元維護法草案也因運而生 而我們今天所要討論的 即使網路以及電信是否應該要納入到 反媒體壟斷法的規範當中 首先是網路的部分 根據世新大學的2013年台灣民眾媒體評鑑大調查 網路首次超越報紙成為台灣民眾最常接觸的第二大媒體 使用率高達7成 隨著網路有越來越大的影響力 許多的民眾找尋資料使用的都是搜尋引擎 因此我方便以Google為例 說明傳統我們認為開放的網路平台 隨著行銷模式的轉變慢慢產生資訊壟斷的問題 Google在搜尋引擎的市場中達到81%的市佔率 幾乎壟斷搜尋引擎的市場 當人們需要透過網路搜尋某些資訊的時候 Google會是大多數人的首選 甚至在美國Google已經成為一種搜尋的代名詞 Google在搜尋引擎的市場壟斷地位同時也代表著 若有企業想要被大家找到 它便需要跟Google合作 讓世界上的網友能透過Google搜尋到它的網頁 Trade Comet每個月支付50萬美元給Google購買關鍵字 這是Trade Comet當時唯一一個招攬生意的途徑 但是在Google發現Trade Comet是一個潛在的競爭對手後 一夜間將關鍵字費用提高了100倍 導致Trade Comet在由Google建立的搜尋時間當中消失了 因此網路上的媒體媒介 例如Google在具有很大影響力 而且的確或多或少利用這樣的力量 偏好於提供自己或相關企業的資訊 而出現排擠競爭者之相關資訊的現象 若其他媒體與網路媒體怎病 結合彼此的影響力 也有可能產生媒體集團化而導致意見集中與單一的問題 為了防止這種狀況發生 反媒體壟斷法也應該要納入網路 以免日見重要的網路媒體成為壟斷言論市場的利器 其次我們討論電信媒體的部分 由於大部分的電信業者都與媒體無關 因此我們應該要聚焦討論的是 由電信業所發展出來的媒體服務 例如數位聯合電信所提供的DFC 數位家庭中心隨選的視訊服務 或是中華電信所提出的MOD 而我方認為不納入電信將會導致兩個問題 第一是制度上的不公平 圖利電信業者 由於IPTV這種產業除了電信業之外 只有有線電視系統業者 也擁有同樣的發展IPTV的相關技術跟設備 例如海波大寬屏推出的數位電視服務等 但在電信業者可以透過與其他媒體整併而獲取更多支援 並達到規模經濟的縱效 而唯有有線電視系統業者 受到反媒體壟斷法的限制 而不能與其他媒體整併的情況下 將會產生一個競爭地位的不對等 在發展上特別有利於電信業者 這將違反通訊傳播基本法第七條 不得因傳播技術不同 而有不同的差別對待的 第二 第二個避害則是導致言論的單一化 由於IPTV業者擁有廣大的收視用戶 如果其他業者予以併購 將會使其媒體的影響力大增 甚至影響到其他的廠商 而這在法律上是不可能避免的 舉例而言 雖然MOD在法律上 不可以干涉業者製播的內容 但學者指出 中華電信會透過民視合約的方式 雖然不干涉其他頻道的製播內容 但是如果違反合約當中的任何條款 就會予以下架 所以還是具有實質的影響力 中山大學碩士論文當中就指出 不規範電信業者造成的疏漏 將會妨礙當初我們透過結構管制 維護文化多元的目標 縱上所述 為了避免法制產生的不公平 以及媒體化平台的負面縱效 導致立場單一化的問題 我方認為我國反媒體壟斷法 因納入網路電信 謝謝各位 請反方二變上臺諮訊 我後在場各位 對方便有您好 你好 我想先請問一下 所以您方認為的媒體壟斷是怎麼樣 媒體壟斷就是當一個一定的平台 就是它具有很大的實質影響力的時候 在其他的媒體想要跟它整併 他們可能會出現影響力過大 影響民眾資訊的問題 所以您方的媒體壟斷是資訊上的壟斷 對嗎 對這就是反媒體壟斷法 它當中想說要規範的目的 那請對方再告訴一下大家 您方所定義中的網路電信是什麼 我方把網路跟電信區分開來討論 網路的話我們主要要討論的是搜尋引擎的部分 因為它對人們的影響是最大的 然後再來電信部分 我們討論的是由電信業者所提供的IPTV服務 也就是說今天您方的反媒體壟斷法 您方要把搜尋引擎跟IPTV的服務 納進去對吧 對就是只要他們對人們有實質影響力的時候 那具體來說 對方便有您方想怎麼管理搜尋引擎呢 我們管理方式就是 對 它其實就是納入像是我們現在 那個反媒體壟斷法 我不瞭解 對方便有今天您舉出了Google的例子 那您方要怎麼管理所謂的Google 像是Google它現在是佔據這麼龐大 我剛剛有舉證說它達到81%的時候 那其他的媒體想要整併它的時候 所以您方要使用什麼樣的方式 那您方怎麼阻止它 比如說我如果有企業想要跟Google做結合的時候 也許就會因為Google太大了 然後我們就是不讓它們整併起來 有人要跟Google合併的時候 然後您不讓它整併 對啊 對方便有您方厲害到可以來掌控美國的Google 然後告訴它今天 對方便有就是我剛剛指的是說 我國有一些媒體業者想要跟Google 比如說在台灣的這個就是搜尋引擎 對方便有這樣沒有達到Google搜尋引擎 它本身壟斷的解決問題啊 對方便有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今天Google引擎它就如對方所說 它不斷地在告訴大家說Google引擎它可能怎麼壟斷 怎麼壟斷 但是今天對方便有了您方的效果 並沒有辦法解決這個問題對吧 就是說在我們拒絕其他媒體產業跟它合併的時候 就會讓Google不會因此而提高很多有利於 該媒體產業的言論出現 那如果他還是繼續這樣做 您方用什麼方法來處分它呢 沒有 如果不到他們成病之後 他們就不會成為一個 就是互相要為對方說話的結構 那我們先來下一個問題 那最後便有您方談到說 您方談到說今天的網路 您方說到MOD對吧 您方認為說今天它跟有線電視它之前是很雷同 非常雷同 然後您方不應該 不應該只讓MOD具有所謂的規模經濟 對方便有我方的意思是 其實MOD它就是 我方的意思應該是說電信業者還要推出IPTV 沒有像有線電視業者所提出的IPTV那樣收到管制 所以您方認為說他們其實是一個很雷同很雷同 然後需要收到管制 因為 對 因為有線電視業者所提出的IPTV 他們規定是像有線電視一樣 那對方便有請問 以您方的專業來看 那今天有線電視為什麼需要收到管制 那也是因為有線電視它對於人們的影響力是很大的 它的接觸率很高 那它接觸率很高 跟它收到管制有什麼直接關係嗎 沒有 我剛剛說過 就是我們在 需要我資料的主陣嗎 不用沒關係 就是因為在媒體的那個 就很多人收看它對大家的影響力很大 所以我們會怕它跟實在媒體結合之後 今天是不是因為它有上架的問題 所以才導致您方想要去解決這個問題 上架的問題我不明白還是 對沒有 您方的意思是不是說 今天它有可以全力去決定它到底頻道可不可以上架 所以您才認為說 媒體應該要被 有線電視媒體才應該要被管制 MOD的部分它是有一些影響力可以決定 不讓某些頻道上上架的 就是您方所說的 所謂的民視合約嗎 那其他的 那其他的電信業提出IPT更不用說了 他們甚至可以自行決定 就是直接拒絕你 它不用什麼理由 所以今天假如我方或者是 我方能夠論證或者是您方無法論證說 今天MOD它可以不能夠拒絕其他人上架 或者是MOD的技術已經達到了 它可以讓很多東西上架 制止它沒有這個限制的話 您方就不應該成立對吧 對啊沒有 其實我方主要討論的不是 如果 不是MOD什麼 就是除了MOD以外 應該更重要的是 就是有 因為MOD它其實 受到黨證據討論的規範 它其實有部分的限制 但是相反的其他的電信業就是說 到底是什麼東西 對 就是一般認為它不能拒絕上架的原因 就是因為它有 就是有交通不持股30% 它不是NCC已經告訴大家說 今天它不能夠拒絕別人上架 對啊 正是因為我剛剛說的 持股30%的原因 導致它不能拒絕別人上架 那為什麼還會有 今天您方想要解決所有的壟斷問題 好請台上辯識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好請反方一遍 上台聲論 問候在場各位 對於反媒體壟斷法 應不應納入網路電信 我方認為 反媒體壟斷法 不應納入網路電信 首先 我們可以從其立法目的上了解到 所謂的反媒體壟斷法 旨在維護言論的自由 保持資訊的多元化 而電信法則是為了保障通信安全 及維護使用者的權益 而後我們再看到 所謂的網路即是指 像網狀一樣的連結狀態 擁有互相連接之功能 所謂的電信 則是分為第一類與第二類 第一類電信事業是指 設置電信基線設置 提供電信服務之事業 第二類電信事業是指 第一類電信事業以外的電信事業 再來就電信網路這個區塊 就以中華電信的NOD 比之一般的有線電視 這其最主要的差異 就在於設備上的不同 中華電信的NOD 主要是以光導纖維為主體線路 這光導纖維就是我們常說的光纖 而有線電視則是以同軸電纵為傳輸主體 而究竟光導纖維和同軸電纵之間 有差異是在哪邊呢 其性能方面就如高鐵跟台鐵一般 光導纖維具有傳輸速率快 成本較高 較不普及 而銅軸電纵則是傳輸速率低 成本不高 較為普及 但是光導纖維的成本主要是高在 它埋設管線和技術方面 而在其原料特性上 光導纖維是以玻璃抽絲加工而成 銅軸電纵則是以銅線包裹製成 這其中最大的差別就在於 玻璃並不會受到磁場的影響 所以不會因為打雷而影響訊號 玻璃並不容易受到腐蝕跟氧化 所以穩定性遠高於銅線 而有線電視就是因為使用銅軸電纵之固 導致因為流量限制 所以要挑選頻道的上架與否 但是NOD則不然 因其極大的傳輸速率 所以其可上架的頻道數 並不需要加以限制 並且NCC也有令 NOD不得限制上架的行政命令 既然不得限制上架 便不會有哪個頻道會被排除 那麼資訊就無受淪斷之餘 接下來再來談到網路這個區塊 網路可分為LAN和WAN 集區域網路和網際網路 而網路上的資訊非常多元 而且只要能夠連上網路 人們就可以隨意的出入 各個公開的網站 接收各個不同的資訊 就連國外的網站也不是意外 再者每個使用者都兼具 知信的傳播者和接收者的身份 事故人們可以對任何資訊 加以評論 探討 檢視 糾錯 或是傳播許多信息 在這樣的情況下 除非是動用國家 又動用強制的力量 否則是不可能有被操控的可能 而且網站多勝牛毛 這樣的做法 就像是嫌空氣污染帶過 而在台灣各地 設置許多的空氣清淨機一樣 浪費資源又難收成效 再來就是 就電信這個區塊來說 其壟斷的可能性更是難以成立 任何一個打過電話的人都知道 打電話只會有三種結果 就是無人接聽 有人接聽 跟 對不起 你拨的是空號 請殘免後再拨 總不能不可能說 你拨出了每一通電話 都只會通達到同一個地方 而產生資訊壟斷 當然除非是一直都拨同一通電話 並且今天電話為何會分成網內和網外呢 這是因為電信法之中有規定 凡第一類電信事業相互間 有一方要求他方網路互相連接時 除非法令利用規定者 他方不得拒絕 所以就電信上資訊要受到壟斷 怕是比壺中到月有過失而無不及 據上述幾點 我們可以很清楚的了解到 電信是一對一封閉式的 完全不適用反媒體壟斷法 網路是全球性的 雙向性的資訊傳播 根本不適用反媒體壟斷法 NOD的傳輸許可容量極大 從來不可能以反媒體壟斷法限制之 故中和上述 我方認為反媒體壟斷法不應納入網路電信 我方聲論到此結束 謝謝大家 好 請正方三遍上臺資訊 官朋友你好 你好 先確定一下 您方式反反壟斷法還是反對納入網路電信 我方是反對反媒體壟斷法納入網路電信 所以您方支持反壟斷法 但您方認為不要納入網路電信 對吧 對吧 好 謝謝 那我們請看你下一個問題 您方今天論點主要分為兩個部分 第一個部分您方認為電話是封閉式的網路 封閉式的回路不需要控管 他是封閉式的 對 電信業 第二個部分您方認為網路上面現在是雙向的互動 不可能壟斷 好 謝謝 那他們要補充的沒有吧 就是剛剛一邊搞的部分就是兩個部分 好 那我請問你 在現在 雖然說網路是個開放式的網路 可是我們使用者不會背網址對不對 比如說我要去核四的官方網站 我不會把那個網址背下來 我需要透過一個媒介來做連結嘛 對 所以我們會需要透過一些入口網站來做連結 來跟我看這一份資料 這一份資料是Google或Yahoo 他們現在因為賣了關鍵字 所以就算你搜尋反對核四的那個 就是某一個消息會董事長方簡的名字 可是卻會出現支持核四的言論 原因就是因為Google跟Yahoo 現在把關鍵字壟斷了 對 所以我們先確定一件事情 雖然網路是開放的平台 可是那個入口網站跟搜尋的引擎 是有可能會發生壟斷的問題 對吧 搜尋引擎的分很多種 對 所以不一定只有Yahoo跟Google 對 但是我們主 所以我方剛剛舉證了嘛 我們消費者 您幫不一定要以主流為主 聽聽聽 所以我方舉證了 Google在市場上面的試占率是占81% 它具有壟斷的地位 請教你下一個問題 第二部分您方說 電話這個部分是封閉的回路 不需要做控管 對 沒有 IPTV 它是一個在電信業者 現在都推出來的多媒體服務平台 它裡面電信業者可以決定它有內容 所以它不是封閉的回路 對不對 不是由我跟我打電話的人決定 而是由電信公司跟我決定內容 對吧 對方便有就是請 IPTV是什麼東西可以請 就是網路電視 電信業者 電信業者藉由網際網路服務 推出用IP Internet Protocol 就是技術協定 然後推出數位電視 類似於數位電視的服務 對 這一種性質的電信業務 跟您方所謂的封閉式網路完全不相同 我方指的這類型是指類似 應該有 IPTV 對 數位電信 數位電信推出DFZ服務 跟MOD 這兩種服務都有 對 所以他們兩個有相似性 對 那我方只是要說跟您方剛剛說的電信不一樣 好 請問下一個問題 那您方知道現在MOD 為什麼沒有辦法提供就是內容的服務 您方剛剛說的 為什麼嗎 內容服務 對 因為它沒辦法製播節目 為什麼您方知道嗎 對 來看這份資料 MOD不能夠提供 對不對 是 好 謝謝 那我們現在下一個問題 來看這份資料 就算MOD現在有黨人軍條款 我們用法律上面做訂定 你看這份資料 雖然說我們MOD規定它不能夠有播放的內容做干涉 可是MOD 中華定義做法會跟業者簽民事合約 所以你只要反對 你只要違反這合約當中 任何內容 它都有權請你下架 那可以請您方舉算民事合約嗎 在這裡 我方舉證就是這個 整條 民事合約清除內容 對 所以就算MOD現在有黨運條款的限制 所以不能製播內容 可是實際上它具有實質的影響力 好 現在下一個問題 2008年MOD它代言了 它拿到台灣奧運的唯一代表 唯一的代理權 你有沒有發現它在經營內容 為什麼 因為其實頻道業者只佔了MOD的一部分 隨選視訊那一個部分 就是其他它用隨選視訊那部分 不是頻道的部分 它有權經營內容 對吧 對 所以其實MOD業者還可以決定 部分的內容 而且它其實有實質影響力去干涉 頻道業者的內容 所以部分不代表全部 我們今天在討論就是 如果現在只有 有線電視跟頻道的服務 那頻道的部分它可以影響 然後隨選訊息它可以影響 那不是全部都可以影響了嗎 影響一小部分 不能影響一大部分 小部分大部分是您方的決定責任 我方說它有實質影響力 所以您方能決定它的部分是多大 有線電視能夠影響的部分是多大 有線電視業者通路商 他們能夠決定內容的影響程度是多大 其實我們不知道 可是為了避免它在干涉內容上面的限制 所以現在反壟斷法已經把它列進去了 你方本來就沒有要費反壟斷法 所以對於這種預防式 雖然它還沒有做 可是對於這種預防式的風險控管 本來就是在媒體產業 跟其他產業上最大的區別 因為媒體產業 在內容服務品質上面 我們很擔心它會影響市場大眾的資訊收集 跟其他消費者是不一樣的 請停止發言 請正方二扁上台聲論 主席裁判雙方便是實際上 各位大家好 今天反方告訴我們一個立場 是他方不反對反媒體壟斷法 他方只是反對所謂的納入網路電信 這樣的一個架構底下 我們要去思考一件事情 是到底反媒體壟斷法它的原意是什麼 我們知道反媒體壟斷法它防止的是什麼 是媒體之間的整病 而為什麼要防止媒體之間的整病 是為了怕單一的媒體 或是某一個言論過度的集中 導致我們的資訊變得單一 導致這個社會的聲音變得不多元 這是我們所害怕的 那他方為什麼可以告訴我們 他方支持反媒體壟斷法 就是我們要規範有限電視業者 卻不用規範電信跟網路業者呢 他方的說法有兩個 第一個是他方認為 在網路跟電信的市場裡面 不會有壟斷的風險 第二個是什麼 他方認為反媒體壟斷法 無法規範到所謂的網路業者 他方主要有這兩個攻防 那我們來看一下 到底實際上是不是像他方所言 我們常常都以為 在網路的市場當中 我們認為Google或是Yahoo 這樣的一個平台 它是中立而客觀的 可是我們卻發現什麼事情 卻發現事實上其實並不如 對方所想像的那麼的美好 例如說什麼 例如說我們現在台灣 關於核能的關鍵字 其實就已經部分的被永和的 這樣的一個立場所壟斷 那我們在前面也舉出非常多的資料 是例如說 Google發現某一家廠商 已經成為它的競爭對手的時候 原本一個搜尋非常高的 一個比價的網站 從本來是搜尋的前三頁 被移到十幾頁之後 所以導致那幾個網站的搜尋程度 大幅下降 這就是什麼 這就是媒體在影響我們資訊 接收的影響力 這就是入口網站 跟網際網路能夠做到的事情 例如說什麼 例如說 比如說我們以前可能有上過雅虎 我們都知道 就是之前可能是棒球 在打韓國隊的時候 那那個雅虎還能夠在就是 首頁上面就是寫什麼韓國隊 對然後吃大便之類的 那種言論的排序 所以發現其實在網路上 這樣的一個網路業者 是有辦法決定 我們要如何接收到什麼資訊 所以今天要對外賓友要說其實 網路不具有媒體的性質 不足以影響到我們接收何者資訊 這是完全不成立的 那第二個部分 我們看的是電信業的部分 他也是用同樣的邏輯 告訴我們什麼事情 也是告訴我們說MOD 它不能掌控內容 可是我方已經說了 第一個它可以用民事合約的方式 去影響到底那些通路 就是第二電信產業 能不能節目上下架 第二個部分 是它其實能夠經營內容 像之前MOD 就曾經買了奧運的轉播權 對 然後放在比較前面的隨選節目 可以決定我們比較容易 接收到哪一些資訊 所以MOD它其實本來就具有影響內容 影響我們接收到什麼資訊的能力跟權利 那再來 即使如果不討論MOD 因為MOD之所以不能阻止其他業者 上下架是什麼原因 是基於黨政軍條款 是因為交通部持股35% 可是那個不是什麼 那個不是IPTV 不是數位電視的全貌 也就是除了MOD之外的IPTV 其他業者所推出來的數位電視 包括我剛剛三遍所講的 是CNET 數位聯信所推出的DFC的服務 它就可以完全地決定內容 所以它的性質其實跟有線電視 是完全一模一樣的 那這方面我就要重新去思考了 既然數位電視的性質 跟有線電視的性質是完全相同的時候 幾乎完全像只是傳輸技術不同 可是媒體的性質是近乎相同的時候 為什麼他方可以只規範有線電視業者 卻不規範所謂數位電視的這樣的一個業者呢 所以他方會有所謂的不公平的現象發生 而這樣的一個不公平 除了就是在產業上差別對待 而違反了所謂的通訊傳播基本法之外 我們會發現的是什麼 我們會發現的是我們害怕有一天 例如說有某一家可能是媒體的大廠 它可能入股了就是台灣Google的分公司 或是他買了電信產業或是電信產業獨大 他去做整併的時候 都會影響到我們接收的資訊 所以他方一直告訴我們說什麼 是他認為把媒體壟斷法管不到 可是我們認為不會 因為其實像德國它也有KEK值的計算 去計算媒體的實質影響力 也在網路上也是可以計算的 也就是當它的影響力過大 例如說Google它這樣一個搜尋引擎 它對人民在接收資訊是處於壟斷地位 像台灣的話Google是佔60% 然後Yahoo是佔39% 就是加起來這兩個搜尋引擎 其實已經等於我們接收網路的幾乎全體 我們都只使用這兩個搜尋引擎的時候 我們會禁止這樣的一個公司去整併其他媒體 或是其他媒體來整併它們 這在法律上都是有辦法規範 所以他方說其實法律是管不到這件事情 其實也是不成立的 基於上述的兩點 我們認為反媒體壟斷法應該在網路電信當中 謝謝大家 好 請反方三遍上台資訊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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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各位 謝謝大家 來 請問 Dakar 那我來 請問說 我是各位 謝謝 小晨星和私人 不用理會 我去問台下 非常有趣 都沒有理會 你們如何 你感覺上我們 我們在搜尋地圖的結果 像某些替代道路 或是私營的鐵路 它就會故意不顯示 而讓人繞比較遠的路 如果今天把Google這個搜尋引擎 納入了進去 你就能防止它 這時候它就能被切開嗎 這時候Google它的地圖 就會被分到很多的公司去競爭嗎 董事長 董事長 我剛剛前面 就已經舉核四的資料 是如果今天媒體可以 例如說不買這些搜尋引擎 那這樣的話 它的關於核四的言論 或是比較平均的 或是比較公平的 而不是只出現永和的言論 那今天你是要怎麼去讓它 就是加入反媒體 不讓它去買媒體呢 就是不讓它去跟這些搜尋引擎去合作 就是它禁止 譬如說購買或是入股 就是 所以對方朋友你今天希望台灣以後 找不到Google這個網站 找不到搜尋引擎這個網頁 還是找得到 聽不懂您方的意思 我方的意思就是說 對方還是會存在 只是我們害怕有其他媒體 要去影響這個Google的搜尋結果 您方說 對 會影響Google搜尋的結果 但是這是Google它本身它的 應該是說 Google它本身 Google它本身 它就是在做AdWords這個廣告 關鍵字的廣告 那它本身就是在做這一塊的廣告 對 可是這個廣告結果 並不是客觀的 像我方剛就講了 就是當Google發現它有競爭對手的時候 它把前三頁的搜尋結果移到十幾頁之後 它原本是第一頁的 然後被移到十幾頁之後 那只是因為它 大家愛用它 不代表它真的被壟斷 它的資訊被壟斷 因為 大家愛用那個網站 那個原本在搜尋關鍵字的第一頁 沒錯 可是卻被Google惡意的操控一到十幾頁之後 好 那東方朋友你還說Google沒有在壟斷這件事情 如果今天Google壟斷了以後 那您方到底要怎麼去管Google 東方朋友我說啦 就是禁止它們之間整備嘛 禁止它們之間整備 今天NCC你可以去管到他國的一個 東方朋友不是他國台灣分公司 你只要去管他國的分公司 對 台灣分公司 對 Google的分公司 對台灣分公司 這樣你就覺得說一定可以去 至少在台灣這邊的搜尋引擎 在搜尋台灣地區搜尋的資訊 會是相對客觀的 所以您方只是一直在說 Google它壟斷了L Word這個部分 就是關鍵字廣告這個部分 是是是 那好我想請問一下 關鍵字廣告它有這麼多 難道您方是要每一個網頁每一個網頁都去管嗎 都去計算它的試占率 都計算它的點播率 它的收聽率 這些您方要怎麼管 這些管都是要成本的 難道這些少又瑣碎的東西 你也要管嗎 東方便有聽不懂您方意思 因為其實 現在德國它就有在計算 就是網路啊 電視啊 然後廣播啊 各媒體 那我們人民接觸的比率 然後去算所謂的家權 然後去計算到底 對它最後有實質多少影響力 來決定要不要整病 林方它也 裡面的網頁都要去管嗎 裡面的網 就例如說 我今天搜尋了一個核四 所有核四的相關內容都要去管到它嗎 東方便我們管的是 例如說搜尋引擎 它是以企業或是媒體為單位 不是以某一個網頁為單位 對 所以我們不是管某一個網頁 我們是管媒體之間的整病 媒體之間 或是企業之間的整病 那今天你要管媒體之間的整病 但是你也不會讓 就是 所以除非這個網頁 它是背後是由某一個媒體或企業所經營的 然後我們去管企業跟企業之間的整病 企業與企業之間的整病 企業之間的整病 但不會讓它言論的集中化 都沒有會啊 都沒有如果不同的平台都是同一個老闆的話 那其實言論就有集中化的問題 立場會相似嘛 都沒有例如說 你早上看新聞的時候 它是永和的老闆播的新聞 然後中午看報紙 還是永和老闆播的報紙 晚上看網路 網路電子報 居然還是那個永和的老闆發的電子報 那都沒有 那你從頭到尾只接受到永和的新聞 這件事情就是我們所害怕的言論單一 對阿妹妹 這樣子 可是你 如果真的你害怕這件事情 對我害怕這件事情 那如果反媒體有辦法 你就能解決這樣的事情嗎 是是 請你舉證 怎麼解決 阿妹妹我說了 禁止企業跟媒體之間的整病 所以避免影響 就避免永和的老闆 他去買了Google之後 只剩下永和的言論 那個只是讓他的媒經格去分離 不會讓他的言論去開放 不會讓他的資訊去多元 請停止發言 請反方二變上台聲論 我有在場 各位 今天場上雖然有一點亂 但是我們今天想要提供 想要問對方票的很簡單 因為對方票有不斷地告訴大家說 今天民事合約 但今天民事合約裡面到底合約了什麼 今天如果他說不要播A片 拜託你不要播A片 那今天他把播A片的頻道 從這裡抽出來 那有什麼不對嗎 今天民事合約裡面規範了什麼 它影響了頻道上架的權利 這才是這個合約的內容 最重要的東西 而不是說今天他有一個民事合約 所以他就可以決定它是什麼東西 但今天不要播A片這個東西 本來就是違反所謂的什麼 善良風俗等等 所以今天才會有這些合約的存在 才會有今天上下價的問題 那今天我們舉到一項 今天光纖就是他這一本書在寫光纖 它也是寫到說 光纖有線電視系統的網路設計 它告訴大家說 今天近年來光纖材質在技術上 越來越成熟 它因為光纖介質在這些傳輸上裡面的特性 使得CATV它的染線逐步將光纖化 但是現有的有線電視 它並沒有完全化 他們現在是採用混合光纖同軸的網路 也是所說的HFC 它的目的就是使用一個光纖節點 然後再接到它的原本的同軸染線 然後接到你的住家 也就是說今天有線電視它的上價數是有線的 它也只有105台 也就是它必須要在台數當中進行一個取捨 但是今天MOD並沒有這個問題 MOD它是一個純光纖的網路 也就是像中華電信所推出的光世代 它今天可以容納的頻道數量跟有線電視是不同的 因此NCC才會告訴大家說 今天它沒有理由的話 它不應該去拒絕它們上架 所以我方認為說今天在MOD這一塊的話 對方便有的論證是需要在更多的專業知識告訴大家 其實它的技術上面不是這麼完全 不是這麼完全可以讓它說全部都上架 而MOD是可以做到的 那接下來我們談到說 對方便有不斷在講的通訊 對方便有不斷在講的是 就是他們想要防止言論單一化 也就是他們想要防止Google 但是我們不斷在討論的是說 今天Google對方想要管理的是 他們的分公司的經營的入股的成分在裡面 那今天Google他對於 他今天如果對方向他購買關鍵字 或他要賣出關鍵字 或者是他把排序排出來的情況下 那他的一種商業行為 也就是說對方便有你的禁止方式很奇怪 就像今天美國他可不可以禁止說Google 你不可以放上某些關鍵字之類的 今天對方便有所說的方式 真的讓人有一種對搜尋引擎的匪夷所思 那今天你方所要付出的成本呢 你方今天想要去計算每一個東西的點閱率 或者是其實你只是想要去從Google裡面 買出他到底點了多少 然後告訴大家說 今天你告訴我他點了多少 你又沒有把他放在前面 這不合理 所以對方便有我們可以看到說 今天零方在管制上其實是有困難度的 那今天所謂的Google他這種搜尋引擎 他其實也有分很多個 但是對方便有告訴我們說 今天佔了80% 今天我們不一定可以知道所謂的網址 雖然我知道我們學校的網址 就打入www.kuas就可以找到了 但是今天你可以知道 你想要搜尋到的是什麼東西 總不會我今天打出高硬大 然後結果我找到一大堆都是高低的東西 我不會翻到下一頁去找到我們學校的網站嗎 因為我要進入的東西是一個明確的目標 也就是說今天網路上的東西是 人民可以很明確確定 我想要找什麼東西 所以今天對方便有在討論這個東西的時候 他是告訴你說 今天他不像有線電視媒體 他只是一個電視頻道不斷地播給你看 今天消費者可以去選擇可以去選定 這樣的一個頻道 他到底 你到底想要看到什麼東西 你想要得到什麼東西 因此我方覺得說 今天網路電信 並沒有要納入反媒體壟斷法 謝謝大家 請正方一邊上台諮詢 我再想個位 方便有你好 你好 方便有你不知道 如果有辦法去影響到關鍵字搜尋的結果 對不對 我方 在您方所說的 81%對吧 這個是他的試占率 我方要指的是 他可不可以藉由操弄搜尋結果的方式 去影響到競爭者 資訊排到後面這件事情 您方不理解對不對 您方是說 還是您方已經理解了 對 您方是說 往後排 所以不理解對不對 好 沒關係 那你講 等一下我們來看一下這個資料 好 這個是有一個反和名人 他叫做方簡 那我們在這個資料裡面說的是 我輸入方簡的名字之後 在這個搜尋網站的那個前面 都會出現 就是 確保核安穩健檢核 永和廣告的廣告連結 放在最前面 沒有 這件事情告訴我們什麼 就是 他的確是有能力 讓買他 就是跟他買關鍵字的人 放在比較前面 所以 你懂嗎 對方便有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對方便有您方是 到底是怎麼知道他是 經濟部來源 然後 又告訴大家說 他是怎麼買關鍵字 對方便有這個就是台式新聞 他是這樣報導的 那如果對方便有 所以對方便有其實你已經被 台式新聞壟斷了 你方知道嗎 對方便有如果你要提這個話 對方便有 我跟討論另外一件事情好了 對方便有這個在 在就是 你知道有買關鍵字的現象吧 就是這個例子 不管它的話 你方說出來好像有 但是其實我們也不太知道 他到底是 因為點閱率到了後面 你有沒有使用過Google搜尋的時候 發現前面有兩個淡黃色的推薦廣告過 有這個經驗嗎 淡黃色的 我只知道它的畫面 對 它會顯示說是推薦廣告 然後裡面有兩則是 我知道它上面有出現過 達爾文神 對方便有 你看沒注意到但是是有的 對方便有 所以在他們兩個產業之間 沒有關係的狀況下 也就是說 跟他買廣告的人 跟Google本身沒關係的狀況下 可能會透過商業交易的方式 把它放到前面的推薦廣告 對不對 有這個可能性 就是你把關鍵字賣給他 好 有這個可能性 那可以請您對方 我要告訴你的事情是 就是在我們今天兩個產業之間 並沒有什麼關係 只是花錢買的狀況 我都可以把你放到前面了 那今天如果你跟我講兵在一起的時候 我更可以把有利於你的資訊 放到最前面 其實我們真的一直不懂 到底對方可以得到這個東西 但是如果對方沒有說可能 那我們相信真的有可能 就是靠特殊的演算方式排列的 不是人可以去操控 對 我們來看一下這份資料 好 就是這個有一家企業它叫做是 叫做是 它叫做Founden 它是一個比價的網站 然後通常被視為垂直搜尋引擎 我沒有念錯吧 不同於Google的水平總體搜尋 他們會更深入供應商的網站 然後我們翻頁 好 然而Founden這個網站 它卻在2006年的6月 忽然消失在網路上了 那這個他們是創辦人 創辦人的看法是這樣的 就是 他們每出現在過的搜尋前後的第一頁 常常在十幾頁之後 它的其實結果就是說 它等於是消失的 因為我們在搜尋的時候 很少會翻到第十頁以後的地方去看 所以它今天不是消失在網路上 剛沒有這個故事還沒解釋 我們不要急 現在繼續往下看 故事後來發生什麼事 這個Founden的創辦人 它最後 它最後是像歐盟競爭委員會裡面的一個 這個不知道是什麼人 就是裡面的一個委員投訴 而且奏效囉 一個月之後 Google就把它放回了 改變排序狀況 把它放回第一頁 所以對方便有寧方說 這是因為演算法的結果 不是真的 所以這是它有能力去操控的 所以今天我們還是不知道說今天 我剛才有沒有念錯 對方便有 有沒有念錯 沒有 有一個地方我不斷告訴我 他在這上面說 2006年6月突然消失在網路上 但其實它只是消失在Google上面 對吧 它只是比較後面 最上面我想要告訴你就是Google 它有能力去讓 就是大家不想 大家不看到它 它不想讓大家看到的資訊 這今天到底是Google的系統有問題 還是今天它是人為操作 我之前跟你說過 它跟歐盟競爭委會 投訴之後馬上就變回巨人 這樣看不出來是人為結果嗎 所以它可能是工程師本來有問題 你不知道有沒有資料可以指出就是 這應該是寧方要舉證告訴我們說 這確實是什麼樣的影響 我方指出一個資料 告訴你 這有投訴前後的變動結果顯示是人為因素 好 投訴前後的變動結果 那寧方沒辦法 可能是工程師本來設計的問題 寧方沒辦法舉證說是演算法的問題 好 對 沒有 所以這個例子裡面 看得出來是人為結果吧 看得出來 它可能是工程師人為的結果 有可能是工程師人為的結果 對 它可能系統做錯 所以如果是有這個能力去做的 所以在整病之後 我們會擔心就是 它會向特定的就是立場靠攏 對 這個疑慮是存在的 有可能會向特定立場靠攏 好 當然不用你剛剛不明白 就是我們要管哪些就是網站 怎麼管這樣子 我們主要就看 對 我們也是很奇怪 看產值 靠哪裡靠攏 你知道你自己加了一個購物網站 或是受訊引擎 我們其實不會去管你 是 因為你的影響力比較小的狀況下 我們也不想管你 那當你的就是產值有到達像Google 或在台灣的這個分網頁裡面 這麼大的時候 就會想要管 請停止發言 謝謝 謝謝 請正方三遍上台聲論 各位好 先處理第一個攻防 對方沒有說我們在產值 我們在計算上面很困難 但實際上 現在德國食物上面的做法是挑選入口網站上面 最前幾大的那個企業 算它關鍵字的廣告收入 在關鍵字的產值裡面佔百分比到底多少 所以實際上不會很困難計算 對方不要擔心 第二個部分 對方沒有說Google不會被購買 沒有任何購買的風險 對方沒有 你知道台灣現在最大的搜尋網站 奇摩 當初它是台灣人創辦的 後來被Yahoo這家公司做併購 所以其實台灣的分公司 本來就能夠成為搜尋引擎裡面的大宗 而且也可能被其他人併購 對方沒有 所以在Google台灣的分公司 本來就可能被敵意併購 不要迴避問題 第三個部分 對方沒有說它在技術上面 我方今天所有的舉證 包含了Google 包含了那個 包含了民視合約 我方都很告訴大家的是 其實業者有能力這麼做 什麼意思 意思是說 業者有能力透過關鍵字搜尋的調動 或者透過民視合約訂定的方式 去影響上下價的基準 這時候對方公房只有一個 你方能不能證明現在有這樣的現象 對方沒有 你方搞錯反媒體壟斷法了 反媒體壟斷法 不是在預防一件已經發生的事情 不是在預防一件現在已經被壟斷的市場 而是在市占率高過一定比例 我們擔心你這麼做 只要你有權力 我們就需要事先預防 所以對方便有在今天所有的要舉證 我方都沒有效果 因為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 我們要問自己 有沒有可能在媒體集團化之後 增加它實質的影響力 我方在這個部分 我方在這個部分的舉證是 民眾日報在被冬天新聞併購之後 它裡面在冬天新聞相關的照片 以及數量都呈現倍數的成長 在統計上面達到顯著水準 是陳炳宏教授的研究論文 所以很明顯 一個媒體其他有能力 去併購其他平台之後去影響它的內容 它有意願這麼做 所以我們現在來思考 假設有一家媒體 當初它買下來的公司是奇摩 到今天 關鍵字絕對被操弄 所以我方告訴大家說 現在實務上面 都沒有說Google現在 民謀沒辦法解決Google的問題 都沒有 現在Google是一個問題 可是當媒體併購Google之後 問題會變得更嚴重 因為媒體它有它特定的立場 因為很多媒體它有它特定的立場 所以如果別家媒體來購買這一種搜尋引擎之後 這樣的現象會變得更加的嚴重 所以我方說 我方舉證告訴你說 你搜尋反核人士的名稱 會跳出永和民視的廣告 這到底是什麼 對我朋友說高硬大 我搜尋高硬大一定可以找到 錯了 我說就是人民 將來有一天如果 我說如果 當然林方不是政治立場 如果是政治立場 就算你搜尋高硬大 你可能跳出反對高硬大的網頁 你懂不懂 所以我方說 這在技術上面做得到 而我們要事先預防這一種風險 所以我方說今天反方同學所舉的所有問題 我方說反方同學所要的所有舉證 我方認為沒有意義 第三個部分 這場比賽裡面 對方沒有在解釋有線電視跟那個 就是MOD 他說技術上面的區別 其實花了很多時間解釋 講HFC 講 就是他技術之間的區別 那我方不是理主的 不好意思不是很懂 不過我方卻懂一件事情 現在有線電視業者 光是用HFC技術就可以推出 數位電視的服務 所以儘管就算光鮮比起有線電視更大 可是實際上有線電視業者所推出的數位電視服務 已經很接近無線 他已經幾乎沒有辦法去挑選內容了 可是我們還是要規範有線電視業者 為什麼 一樣的原因 因為我們要預防這一種風險 所以我方說 反媒體這種斷法本來的價值就在於 我們擔心因為你事占率太高 而你去操弄當中的言論跟內容 這是我方所真正要強調的論點 那這裡對方沒有還有一個 這裡對方沒有在MOT這塊戰場上面 對方沒有從頭到尾的工房只有一個 就民視合約 但對方沒有忽略了兩個問題 我方跟大家講說 其實MOT可以經營非頻道業者裡面的 隨選試性的部分 所以我方說像是奧運 它可以經營比如說 談話性節目這個類別 隨選的這種類型 它可以經營它的內容 可以決定它的排序 所以其實其他業者也有實質的影響力 更進一步說 如果它不是交通部所持股的電信業者 它可以完全決定頻道上的所有內容都要便有 所以我方說 這一種情況 才是我方所最擔心的 MOT這種市場 在學者指出 它跟有限電視其實具有很大的替代性 因為民眾的收費習慣 會從電視一路轉到MOT 而當現在我們不事先預防這一種產業 等它有一天壯大 而真的哪一個集團 我們在真的哪一個集團併購之後 我們要一個集團去做分 我們要一個集團去逼它賣出去 到時候已經來不及 因為民眾的意識已經被統合完了 所以我方說 媒體這個產業本來就它的特殊性 它必須要再事先去做運防 我們將風險降到最低 才是反媒體擁有動作 所要強調的精神 謝謝大家 好 請反方一遍上台資訊 大家好 大家好 就您方剛才所說的 那個搜尋引擎 對 像Google 他們可以控制關鍵字 對 就像奇摩 難道你 就像你去買東西 你看到一個東西之後 你想要買一顆蘋果 結果你去果菜市場裡面 蘋果是放在最裡面 你只會買最外面的 類似橘子之類的嗎 我方聽不懂 不過搜尋引擎 我只會搜尋前五頁 這是習慣 這是您方的習慣 並不代表所有人的習慣就是這樣 你不能以你一個人的習慣 就來統合全國人民的習慣 我方已經說了 歐盟認為這樣子的確會影響資訊的干擾 所以他把它調回來 不管您方認為 一般人的消費習慣怎麼樣 但至少我們認為 但至少我們認為 這的確會影響資訊的傳遞 因為一般人真的不會翻到十幾頁 您方應該也知道 搜尋引擎不只Google 也有Yahoo 可是我們也只有擺讀一些其他 國外的 所以要談消費習慣 Google壟斷了搜尋引擎 81% 所以 因為它壟斷81% 我方知道您方講 可是就是 我們如果真的要這個資訊 我們真的有意願要去取得這個資訊 我們應該是去找 真的有這個資訊正確性的東西 而且基本上現在每一個資訊下面 都可以互相討論 對 Google所建立起來的品牌跟信用 對消費者有很大的影響力 像是我們現在要做論文的時候 教授會告訴我們說 你輸入關鍵字去尋找Google的學術論文類別 我們會期許在這個平台上面 所搜尋到的資訊 比別的平台更全面更多元 對 但是我們習慣 所以我們反而 您方就是講 我講完 可以讓我講完嗎 所以我們反而被壟斷 卻還覺得這很多元 這真的很可悲 我方的意思是說 因為搜尋引擎分很多種 對 就像我們習慣用Google 大家都用Google 然後不自覺去使用它 可是下面 基本上很多資料 或是很多訊息下面 都可以讓我們去做評論 所以 搜尋引擎沒有吧 我沒有辦法更改它的評論順序 沒有 就是我們會有人做出認識 像很多網站 所以您方如果真的要使用這項資訊 沒有 我們在討論是進入那個評論網站之前的排序 我知道 進入之前 對 那個是沒有消費者可以影響的 不是 您方說一般人只會搜尋前五頁 對 我認為這是一般人消費習慣 對 大家覺得是為了方便 是因為方便的關係 對 如果 就是有些人不一定是為了方便 所以您真的要做論文的話 絕對不能只找前面那幾頁 這樣就顯得您方實在是太過去了 我們現在真的就是要討論 對於一般市場大眾會不會有資訊壟斷的風險 我方認為在前十頁或者掉到後面去 第一 就是這在我的生活習慣裡面會造成資訊上面的壟斷 所以這是您的生活習慣 因為我搜尋新聞的時候 這並不是我的生活習慣 我還要講完 而且在歐洲也認定這樣子會影響資訊的傳遞 那您方認為這樣不會 可不可以您方舉證 消費者的習慣是會收到二十頁三十頁 真的要使用的人是不會只有這麼一頁 我們現在就是一般的大眾 他在閱讀新聞的時候 他在搜尋內容的時候 他不會搜到這麼裡面 接下來不是 您方講了NOD這一塊 因為他民視合約的時候 他擁有這個權利 變相的去上下架 對 他有這個權利 所以我們應該說 我們把它納入反彈的反彈辦法 他不應該用民視合約去限制 所以就是說 我們現在小孩子要看A片都可以看 隨便看什麼暴力寫行都可以看 你在講什麼 我方只要講 民視合約的內容 可以決定上下架的條件 那裡面會犯了什麼 所以他們如果不決定 怎麼辦 如果因為 您方要把NOD納入 沒有 您方只能說明 決定是必要的 不能說明這個決定 不會影響其他業者的上下架 我方是要問您說 當你把NOD納入 反媒體壟斷法之後 您方覺得 你要怎麼處理 並且會發生什麼事情 就是處理這些 你將NOD納入 反媒體壟斷法之後 不准其他業者併購它 是 不准其他業者併購它 所以他們可以不限制 不能限制上架 是吧 不是啊 對沒有 不准其他業者併購它 就是不想其他業者 運用NOD這個民視合約的特性 以防止其他業者上架啊 對 這我方了解 就是 不准是 的確是 如果納入的話 的確是不准其他人上架 對沒有 所以我方只證明一件事情 就是技術上 這件事情是可以做到的 所以其他媒體集團 運用這種方式 來增加這種 資訊收集的方式 會增加它實質的資訊影響力 而且這種影響力 是很容易有 立場上面 單一化的問題的 那我們 就是 您方現在講的 就是 類似計算式戰略 德國有一個 德國這樣做 成功了嗎 成功啦 他現在已經管了 他算的K1K值 在現在台灣 我方可以舉證台灣學者 已經算出台灣的K1K值 算出怎麼評估各種方式的 對台灣學者 正信學者 我已經忘記名字了 但台大的學者們 已經做完研究了 所以這確實可以計算 對 確實可以計算 你方認為 如果計算出來 結果可以適用在 反媒體壟斷斷去服務 對可以可以 因為德國現況已經這麼規定了 在實務上沒有問題 德國類似反媒體壟斷 那有這種法律嗎 對 他們的名稱 他們就用K1K值來計算 他們那個觀念上的 反媒體壟斷斷法 名稱可能不一樣 對 名稱不一樣 但是我方不知道法條名稱是什麼 但是觀念是一樣的 是那我方了解那 好 請停止差言 謝謝 請反方三遍 上台勝論 大家好 今天 今天這場比賽已經討論到最後 我方還是要再次的強調 反媒體壟斷法 它到底在反對的是什麼 它反對的就是媒體被操控 透過媒體與媒體之間的整合 形成一種無形之中的操控力量 去控制這些資訊多元以及言論自由的目的 那今天我們來看 都要一直告訴我們的Google好了 Google這個搜尋引擎 今天它到底要怎麼去操控 我方不知道 它如果今天一個關鍵制的廣告 它可能是因為它的品質分數高 它可能出價高 它當然可以排到前幾頁啊 這不是用Google人為操控而得來的 如果今天對方便有 真的要告訴我們說 因為它出價高 它品質分數高 這時候就被排到前幾頁 不公平 那對方便有可以請用公平交易法 去規範它 因為這不是在反媒體有斷法可以規範的 納入進去以後 它這件事情也沒有辦法被解決 那我們在想 網路這種東西千百萬個網頁 這時候我們到底要怎麼管 它如果這樣子管成效真的大嗎 網頁上這種東西多而瑣碎 那這時候我們的成本跟我們的影響 這是權衡之重之下 台灣的預算就這麼多 我們到底要拿這個預算去管這些 不會有影響力的東西嗎 我想我方其實不樂見 把預算放在這個上面 再來 對方便有告訴我們說 關鍵制廣告會被媒體壟斷 關鍵制廣告 其實我方告訴大家 AdWords它這種東西 是我今天只要去Google的AdWords 辦了一個帳號密碼 我也可以在Google的網路上登網路 登廣告 這是沒有問題的 其實消費者它也是可以在上面登廣告 所以不會被壟斷的情況 今天不管是哪裡 誰都可以去登廣告 不會有問題的 再來 我們接下來看 今天如果網路 它如果要納入反媒體壟斷法 那勢必就是要符合 反媒體壟斷法一切的規範 今天必須要監督它 就是監督它計算的方式 例如市占率 收聽率 點播率 這些都要不要告訴我們 歐洲它已經實施這樣的方面 但是我們要想 台灣跟歐洲的經濟環境是不同的 歐洲它可能對於 這方面的預算可能有過高 它有在這方面的預算 有這樣子的可以能力 當時我們反觀看我們台灣 我們台灣真的有能力 可以去做這樣的事情嗎 今天台灣跟德國是不一樣的 所以我們不能把德國這種事情 類比到台灣來用 因為現在還不適用 實際也不成熟 所以我方要告訴大家 其實要管網路這種東西 其實要告訴大家 就是我們管系統這種東西 利用市占率 點閱率 點播率 這種大系統的東西 我們要用這樣的方式管 今天連網路這種小小的東西 或者是只是一個網頁上的東西 我們也要用同樣的方式去管 其實我方要告訴大家 切勿大才小用 也不要殺機 也用牛刀 因為這是划不來也不合理的 那我們再來想 MOD 因為我方告訴大家 MOD它其實它是在網路技術上 它有不同的技術 所以它可以有很多的頻道 一起同時的上架 那這時候它不會可以 它沒有理由去拒絕別人上架的問題 那有線電視 它是因為它走同軸電纜 它最多就是一百多台 所以它有理由 冠冕堂皇的理由去拒絕人家上架 但是這個拒絕上架的理由是什麼 我們不知道 是因為立場不同 還是個人的喜好 這我方也不知道 就算被納入了以後 這樣子真的能解決這樣的問題 我方也不知道 所以呢 今天MOD它沒有理由要去拒絕 如果對方真的還害怕 MOD它會利用民事條款 或是任何的理由 其實我們只要頒布一個NCC的命令 告訴它說 MOD你沒有理由拒絕 你不可以拒絕他人上架 其實這樣就是沒有問題的 再來我們看 其實很多事情都會有一個合約做前提 那這時候 一個合約 它可能只是這合約的內容 只是說 MOD 因為你 這是一個家庭式的東西 多媒體傳輸平台 MOD 你可能不能放A片 或是放一個暴力血腥的東西 這樣子的規範其實是好的啊 但為什麼對方便有要覺得說 它這是影響它上下架的能力呢 其實我方還是不了解說 就是 民事合約到底內容是什麼 它真的影響到的是什麼 它內容說不定只是要為了防止MOD的品質 或者是MOD的內容更好而已 它不是要去資訊的壟斷 所以我方最後要強調大家 今天反媒體壟斷法要納入的進去是什麼 今天它會被壟斷 它今天會被操控 才需要被規範 如果它今天不會被操控 不會被壟斷 我們其實沒有需要 沒有必要去納入 因為只要納入 我們就會有成本的計算 那權分之下 我方認為 反媒體壟斷法不應納入網的電信 以上生日到此 謝謝 請正方二變上台諮詢 莫尚在講各位 東方便有妳好 東方便有先跟妳討論一下電信產業的問題 東方便有妳知不知道MOD之所以不能拒絕 頻道商上架的理由到底是什麼 因為它沒有理由 因為它光簽它可以濃浪的頻道 比有限電視多 來 東方便有它之所以不能決定內容 而且不得拒絕上架 是因為今天 NCC它有頒布這個 不是 是因為黨政軍條款 交通不持股35% 所以東方便有其他的網路電信業者 也就是包括我們剛剛所講的數位聯信所提供的服務 它是有辦法決定內容 東方便有確定知不知道 它決定內容是內容的好與壞 或是內容是什麼東西 對 它可以決定內容是什麼東西 所以東方便有 您今天到底要不要管控有線電視 我方今天要管控有線電視 因為你害怕有線電視業者裡面 會有言論單一的問題對吧 言論單一的問題 對 東方便有 就是反媒體有亂法的原意 就是希望資訊的多元 言論的多元 所以我們害怕單一媒體去掌控某一個平台 或掌控多個平台對不對 是 所以東方便有今天我們就已經告訴你了 是今天電信產業IPTV裡面 也有業者有辦法實質地影響我們所接收到的內容 東方便為什麼您不管 今天它影響了它的內容 但是它沒有影響到它上下架的問題 它影響到它的內容 東方便我就說了 今天SeedNet是有辦法影響它的內容 影響上下架的 影響到它的 而且東方便有 而且你說那個不影響上下架 它也有可能有辦法把排序移到非常後面 隨時的節目放前面 所以東方便還是有辦法決定我們接收到什麼資訊 你說如果把它排在後面是一種不公平的線上 其實頻道有一到一百多台 那不可能每一台都在二十九台 每一台都在二十八台 這種中間的頻道吧 一定會有人在前面一定會有人在後面 對 所以它可以調控它不喜歡的排到後面去 你希望相撲的節目移到了前面的頻道看到嗎 東方便我們來談排序的問題好了 東方便今天您是不是覺得 只要網路我們能夠提供網頁 在Google搜尋的到就好了 在幾頁無所謂 在幾頁無所謂 因為它如果它今天是它自己本身媒體經營不好 它品質分數下降 所以它當然會被排在後面 所以東方便還是假定一個前提 Google是公正客觀的 來這邊給我看一份資料 來東方便今天就有一個廠商 叫做Trade Comment 它因為被Google意識到它是潛在競爭對手 一夜之間把關鍵制的費用調高了一百倍 所以它瞬間沒有辦法上架 它的資訊我們再也接收不到了 東方便這種支費的問題 其實交給公平交易法 其實這跟媒體沒有直接的關係 東方便不要立場跳動 東方便你剛剛不是說它不能影響上下架嗎 只要能夠影響上下架 它就不能上架 它的資訊不能上架 這家公司的資訊就不能在Google上面上架 對不對 今天不能在Google上架 那今天我們是不是一樣可以再從別的平台去找到它 別的平台 例如別的搜尋網站 所以在Google這個81%的人都使用這個平台的人就搜尋不到了 跟你確認這一點 今天我方不能 今天不能說 在這個平台上被壟斷了 今天大家喜歡用Google 81%的人喜歡用Google 所以我們很害怕只使用Google的人 只接收到某一種單一的資訊對吧 今天就算大家都喜歡用Google 不能說Google壟斷了這個資訊 東方便按照你的邏輯其實有些電視也不用管了 因為你不想看有些電視你可以關起頻道來 東方便你要用這個邏輯跟我討論嗎 不是 我方的意思是說 因為今天大家是喜歡用Google 不是Google去壟斷了 他不是壟斷了資訊的問題 東方便是 是大家喜歡 你不能今天說大家喜歡 東方便不要急 冰箱裡面的一瓶牛奶 就牛奶去壟斷了這個市場 東方便要聽我的問題嗎 東方便我跟您確認一件事情 所以Google到底有沒有壟斷 我們接收什麼資訊的權利跟能力 它實際上有沒有做 等一下再討論 它有沒有這個能力 它有沒有這個能力 你名方要去舉證 東方便我方已經舉證了 就是它可以阻止別人上架 它可以把你的排序移到非常後面 所以當今天我們一般 就是網路消費者的習慣 就是 只看三到五頁 所以它就沒有辦法 接收到這些資訊 東方便沒有 Google到底有沒有這樣的權力 這能力 去壟斷資訊 有對不對 沒有 好的 東方便沒有沒有關係 你要否認 那我們討論下一個問題 東方便你一直告訴我們說 今天網路它可能沒有辦法被規範 其實網路也沒有辦法被購買 對不對 東方便你怎麼解釋 今天就是奇摩之前被Yahoo購買 因為 對 所以我們是不是可以阻止 企業之間的整併或購買 為什麼要去整併 因為它如果它今天整併 它可以達到一個規模經濟 為什麼不讓它規模經濟 東方便你沒有正面回答我的問題 所以我們是有辦法規範它的 對不對 可是我們沒有理由去規範它 我們為什麼要去限制它 所以我們有辦法規範它 東方便有這兩件事情 所以我們有辦法規範它 只是你分方認為不應該 對不對 我們有辦法只是不應該 不應該 有辦法 對 所以我們方是有可行性的 跟你方確認這件事情而已 好 東方便有你方認為不應該的理由 是因為有規模經濟 對不對 對 那有限電視業者 為什麼你不給它規模經濟 讓它可以 因為它網路上沒有 謝謝東方請停止發言 第一階段的比賽到此結束 我們第二階段的比賽 等臨響後三分鐘再開始 好 第二階段的比賽開始 請反方傑辯上台做解 謝謝 我有在想各位 那比賽已經到了解編的地方 那我方想要講的是說 今天對方便有不斷在跟我們 對我們今天不斷在討論著 所謂的媒體到底言論單一化的問題 但是對方便有不斷舉出 所以Google的搜尋引擎占了81% 今天就像我們去一家圖書館 我們可以先從網路上面 先找到哪一本書 在哪一個位置 但是我們去一家圖書館之後 我們的方法只有這樣找書嗎 其實我們還可以問管理員 我們還可以自己找 我們還可以在那邊問其他的人員 今天網路上面其實它是一個公開 就是一個範圍 它是一個你可以自己選定 你要什麼樣的東西 你有一個目標 你可以在網路上 透過不同的方式去達到這個目標 今天如果一個 就像今天如果我開車 我可能要去別的地方 然後最捷徑的那一段路 剛好橋斷掉了 遇到大風 颱風天 但是今天我們也可以繞遠路 今天我們上台北也可以從飛機 從火車有不同的管道 可以去達成這一個東西 因此我方覺得 今天到底單一化的言論 它今天是最終目的 最終的東西是單一化 但是今天我們可以放上去的東西 其實是多元的 我們可以取得 我們可以關鍵的取得的東西 我們有目的的東西是多元的 那接下來我們要討論到的 就是在MOD的這一個部分 對方朋友不斷告訴我們說 所謂的民視合約 但今天為什麼一個企業 它需要有民視合約呢 它無非就是不希望說 今天我在MOD上架之後 它的頻道亂播一些東西 導致今天消費者 對我的觀感不好 今天如果我們沒有了 這一道民視合約之後 會發生什麼事情 頻道想播什麼就播什麼 今天我可能播到一半來個超級相撲 然後十字絞殺 今天小孩子亂學 可能會導致什麼不良影響 但是今天我們可能頻道上面 播一些血腥暴力的東西 今天身為一個播映平台 它必須要有去維護它自己的一個 形象的一個行為 所以今天才有所謂的民視合約 而對方便有不斷告訴我們說 民視合約去影響這個東西 它上下架的問題 所以我方覺得說 今天我們真的很有必要知道 到底民視合約合約了什麼東西 所以我方才會一直 希望對方告訴我們 他們的學者 說出了這個事情 那今天到這邊之後 對方便有不斷告訴我們說 有一個歐盟 他說歐盟去停止了 就是讓某一個網頁回到了前面的狀態 那歐盟為什麼是由歐盟去做這個決定呢 因為這樣的東西 其實它是在公平交易法裡面的規則 因為歐盟其實它是一個歐洲貿易聯盟 它所要弄到的東西其實是 他們已經做一個不平等 就是對其他人而言不公平的交易了 他們這樣子的壟斷 對其他的妻而言其實是不公平的 因此他們最後才是爭起讓歐盟來去解決 來去協調這件事情 而不是藉由其他的管道 因此我方認為在現況下 已經有公平交易的情況下 我方真的不太能夠覺得 對方應該要納入是成立的 包括對方 不過對方不斷在說到說 他們已經可以管控了 我方覺得說他們有這樣的研究是好的 謝謝大家 好 請正方傑辯上台 各位好 回應對方便有最後一個公平交易法的工法 台灣的媒體市場 它跟一般的產業 媒體反壟斷法它是產業法 公平交易法是競爭法 它在法條上面的歸類是用來規定什麼呢 是用來規定你遇難用你的市場力量 所導致其他業者的進入障礙 比如說你故意降價求售 比如說你聯合烘牌價格 所以這是公平交易法裡面它的性質 它的性質最主要控管的業務是 避免你用這種方式阻止別人進入 可是媒體市場裡面有個為難 就是媒體意識的不一樣 是不是經濟市場上面的對立 其實不一定 有的時候只是因為 我們因為媒體意識 比如說我們兩個人想法不一樣 所以我讓你下架 這不是經濟行為 所以這在公平交易法裡面管不到 這也正是為什麼在德國 它現在必須要額外立定一條法 因為我們發現媒體這個產業 還有雙邊市場的性質 它除了有經濟市場的性質 它有言論idea of the marketing 言論市場的性質 所以我們必須要額外定定一條法律 來做這一條規範 第二個部分 對方沒有說 如果不要民事合約會很可怕 對方沒有你誤會了 從頭到尾搞說我放制度了 我們不是說民事合約不要 而是不要讓別人用這個民事合約 有機會去濫用讓其他業者不能上架 所以民事合約大家都有 最可怕的就是 當別人用這個民事合約去擴充解釋的時候 我方認為這是個風險 必須要做控管 最後 對方沒有用一個有點抽象的邏輯跟概念 我方不是很理解 不過反正意思大概就是說 雖然它只是個平台 放上去的東西是多元的 這是我們當初對於網路的想像 我方承認 可是時至今日 因為技術的轉變 我們不再只有收集平台的功能 我們還有編輯平台的功能 所以到今天 那個平台沒有你想的這麼多元了 所以到今天那個順序曾經被調動過 而你以為它還這麼多元 這就是為什麼我們很擔心媒體產業的壟斷 所造成的問題 因為你以為它很多元 可是你被壟斷了不自知 就是資訊是場面最大的問題 所以我方說 對方沒有這個例子 我方認為沒有辦法回應 我們說在平台上面變得不多元的問題 那最後一件事情就是來談 媒體集團 我們為什麼這麼擔心媒體集團的跨業經營 其實原因是因為 媒體集團在跨業經營之後 它會很有意願地去影響原本那個平台的意識 所以我方的舉證講的是 民眾日報被東森日報併購之後 就是民眾日報本來就是好好編它的新聞 可是因為產權的轉移 所以大量的出現了東森集團相關的新聞 以及對它有利的報導 所以我們會發現媒體它是有意願 它很很想藉由平台的擴張 去增加自己言論的影響力 那麼現在問題只有一個 在新增加的那個平台 有沒有辦法讓它實質的增加影響力 過往我們以為網路不行 但實質禁止網路其實可以了 所以我方說 這是我們現在在法律上面規定的一個疏漏 我們認為要規定回來 那這個樣子我們可以避免 假設有一天 假設有一天 比如說三立電視台想要去購買 想要去購買亞戶奇摩 想要去購買奇摩在台灣的分公司 我們可以避免這樣的現象 在奇摩上面一樣可以得到多元的言論 第二個問題是MOD 那MOD的問題其實我方認為 它是現在法條上面規範的一個極限 學者指出我們在法條上面 現在因為垂直管制的關係 所以我們現在有一個情況是巴爾幹碎片化 意思是說 因為我們分類是用垂直分類 用技術來做傳輸去做分類 所以有些新興的產業我們規範不大 所以這才是台灣現在 在有線電視所遇到的問題 在IPTV遇到的問題 因為技術的轉型 它不會進到有線電視法裡面規範 也不會進到衛星電視法規範 它是一種新興的產業 而這一種產業 在台灣現在我們沒有辦法規範 因為我們用垂直分類的方式 這是為什麼德國要推動他們那個KEK 只用水平管制的方式 不管你哪一種方式 我們都要避免你壟斷 這是我方跟大家講的 因為時至今時我們忽略 第二個問題 因為技術的演進 它不能進到原有的法規做規範 以至於我們需要有更大的框架 去規範新興的產業類型 這樣子才能夠維護原先 我們當初藉由結構管制 希望能夠體現有任何多元的價值 好 請聽子發言 謝謝大家 好 那我們今天的比賽到此結束 我們請三位評審老師發表評論 我們先請胡宥偉 胡老師 好 主持人兩位評審 還有兩隊的辯士 還有在場的各位朋友 大家午安 今天這個題目其實是相當專業 也有其複雜性的一個辯論題目 很高興能夠看到沒有傳播學院的 高英大跟台北大學的同學 能夠費了這麼大的心思 去深入地了解這個問題 這個問題其實說難也難了 但是說簡單也有它簡單的一面 因為時間關係 難的其實你們已經都講了很多 我就講講簡單的部分 好 免得大家睡著 我不曉得你們兩隊在準備這個題目時候 有沒有想過這個問題 假設說 不管是哪一個版本的草案 NCC的這些政府官員 或者這些立委 還有立委的助理們 對不對 如果大家頭腦都不是很笨的話 都還蠻清楚 那麼現在我們看到的草案 不管哪一般 為什麼沒有把網路裡面的媒體 還有已經具有媒體性質的 在經營固網或行動通訊 或兩者都有經營的這些業者 納入這個法裡面 作為跟其他的傳統媒體 合併的時候 一種可能的限制對象 你們有沒有想過這問題 有得請舉手 好 注意我前提 如果大家都不是笨蛋的話 為什麼寫這個草案的時候 沒有比如說把中華電信 你可能跟其他媒體的合併寫進去 為什麼沒有把台灣大哥大 台灣大大是經營 行動通訊業者 對不對 但是他的客戶 只要每個月付一點錢 也可以收到新聞跟娛樂資訊 對不對 中華電信也是如此 那為什麼沒有把他們列進去 作為一個可能的管制對象 這個問題呢 我的猜測了 或我的偏見 我剛才講簡單的部分 這簡單的部分 有時候簡單到有時候 聽起來有點荒謬 因為 因為我們的政府官員 或朝野立委 還沒有確定一件事情 比如說 中華電信這個公司 是不是一個新聞媒體公司 或者說是不是一個媒體公司 還是說它基本上 主要還是受電信法 在規管的一個電信公司 電信業者 電信業者 我們知道NCC它有管電信 也有管傳播 那基本上在NCC裡面 所經常看的法典 廣電三法之外還有電信法 對不對 當然有時候牵涉到公民交易問題 會會 公民交易有人會 碰到煤金分離問題 可能會儘管會 但主要看的四部法典 是廣電三法 跟 對不對 電信法 那中華電信這個公司 請問 它是我們傳統 廣電三法裡面 所講的媒體嗎 還是它是電信法中 規管的電信業者 這個問題等一下 私下我們要再請教 劉老師 因為他擔任過第一屆的委員 MOD 是一個蝙蝠 MOD是什麼 是Batman 蝙蝠 你說他是電信業者 但是他的MOD 其實很像有線電視系統 對不對 跟你講給 你說他是有線電視系統業者 他說 可是我基本上是電信業者 對不對 所以我說他是蝙蝠 他切身還未明 最好不要說他是媒體 知道吧 因為你認定他是媒體 只有剛剛你們已經講 裡面有關股啊 有關股怎麼對呢 那你跟黨政軍 退出媒體的原則就 不合了嘛 那你要不要先處理 中華電信中的關股的問題 這個一處理 又是一個大工程 可能要鬧到行政院長那個層級 都沒辦法處理 對不對 沒有辦法處理 那麼最好大家 一致化的曖昧 就是從廣電三法 到這個反媒體壟斷法 請千萬不要碰觸到中華電信 因為它不是很明確的媒體 再唸一遍 這幾個字 反媒體壟斷法 對不對 我再問大家 中華電信公司 是不是媒體 不是 不是當然就不會進這個法啊 對不對 所以正方 如果你要提到中華電信 你就說 它明明就已經是媒體了嘛 對不對 怎麼可以因為它還有關股 然後呢 會侵状黨政軍 退出媒體的位置 所以就把中華電信 比如說 會不會有一天 跟旺旺中時合併起來 成為一個超大的媒體集團 這個事情 都不寫到這個法案裡面去呢 這種可能性都不考慮呢 對不對 正方要談的是這種問題才對 是不是 那至於說網路裡面的媒體 為什麼不寫進去 這裡面有個很簡單的問題 我剛才說講簡單的 比如說有一個媒體 它叫做 對不對 超級宇宙世界報 然後在台灣 點閱率高得不得了 對不對 可是它的伺服器不在台灣 它在台灣根本沒有所謂分公司 沒有什麼公司 可是我們都可以去點那個網址 對不對 比如它設在香港 設在亞馬加 它用中文的 可不可以呢 那請問你 這個宇宙超級世界報 如果要跟旺旺中時合併經營 請問你 你要怎麼管 你要怎麼管 對不對 為什麼網路現在很難管 因為很多 我剛剛說講簡單 因為很多伺服器不在台灣 那個所謂的網路的組織 它在台灣也沒有 根據公司法登記為公司 請問你要去抓誰 你要去管誰 你要去抄誰 你要去罰誰 對不對 就是這麼簡單 所以它不能寫進去 因為寫進去是製造麻煩 產生很多技術上的問題 那我剛剛講這些 你們兩方剛才有沒有講到 沒有吧 沒有對不對 那能不能怪你們 不能 因為這是比較老江湖的人 才會知道的一些怪異的問題 所以不能怪你們 好 現在回來講結論 結論是 以你們這個層級 你們這個年紀 你們的社會經歷 談這個問題 我認為能夠談到這樣 不容易 但是呢我會給正方一個建議 如果你們要再談這個問題 不要把範圍縮得那麼小 只談搜尋引擎 對不對 你花很多時間 只談搜尋引擎 搜尋引擎 搜尋引擎的範圍太小 如果我是反方 我就問你說 好 你說是他可能有立場 對不對 好 那麼方簡 你去打這兩個字 會不會出來 在Google還是會出來嗎 也許前面弄了很多 永和的東西對不對 但是他有沒有可能 像方簡那樣字不出來 不管他的第七百億 還是會出來 你真的要找方簡的人 你當然還是找得到 對不對 另外Google這個例子 不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你知道為什麼 因為他的賺錢方式就是 他在裡面 什麼東西都可以找得到嘛 人家才要用他 如果他跟旺旺中始 比如說結合了 假如真的可以結合 然後你從此打聯合報 聯合晚報對不對 聯合報所有相關的人 全部都不見了 那人家會覺得說 這個搜尋已經不方便了嘛 對不對 那要這個搜尋已經幹嘛 所以他是 大海納百川的這種 一個公司 所以Google有沒有跟什麼公司 真正合併 沒有 因為他覺得他本身就是上帝 無所不包 他去跟誰合併 他神經病去跟誰合併 對不對 所以舉這個Google的例子 不是很恰當 在策略上來講 所以我們在辯論的時候 一定要做沙盤推演 攻防 我們這樣攻 是不是容易被攻擊 我們這樣守 是不是容易被突破 這個要 最後要想清楚 最後給大家一點小小建議 第一個 不要一直低頭唸稿 一直低頭唸稿 一直低頭唸稿 完全不理觀眾 這裡還有這麼多camera 對不對 到時候要PO上網路 那你乾脆自己在家錄一段 然後拿來這邊放視訊算了 現在科技不是更方便 你要從高雄跑來幹嘛 你要跟大家互動 對不對 為什麼要眼神 為什麼要手勢 為什麼要身體語言 你們學長應該教過你們 就是要跟現場互動 對不對 不要一直低頭唸稿 顯得自己對這個議題不熟 也沒有自信 第二 質詢跟被質詢的技巧 要再磨練 質詢的人 不要長篇大論 你就是要問問題 你的問題要設計好 讓對方一直回答 對對 不對不對 然後從這個對對不對不對裡面 觀眾就會笑 能夠凸顯對方的矛盾 有沒有看過 像好萊塢那些電影 有沒有 厲害的律師在問證人的時候 他只要證人回答yes or no 然後陪審員自然就會產生一種心證 所以質詢的人 你千萬要把握時間問問題 問厲害的問題 犀利的問題 能夠凸顯對方矛盾問題 你不要在上面又深論 長篇大論 我們常常看到一個錯誤 質詢的人不質詢 然後呢 把對方當小 對方沒有人聽我講 我跟你講 你要問問題 還有被質詢的人 照奧瑞剛士的精神 也不能夠反質詢 你不能發問 那你說呢 對方沒有人 你覺得是怎麼樣 那我如果是質詢我總是奇怪 是我在問你還是你在問我 被質詢的人 要遵守這個比賽制度精神 你不能反質詢 所以很多地方都亂了 質詢的那個設計 凸顯不出來質詢的力道 這是我們在磨練技巧的時候 應該要修正的地方 以上的一件呢 提供兩隊的隊友參考 謝謝 我們接著請劉孔中 劉家壽 黃總編 兩位評審老師 各位同學 首先啊 我是要向這個時報集團 表示這個敬意了 因為我們現在的學生 我們大家都有在學校教書 少子化的結果 學生上課絕對不講話 絕對不問老師問題 所以今天是我看過 非常活潑的學生 所以提供時報提供學生 這樣的一個機會 我覺得是很有 他的社會的貢獻 各位的表現也都非常的好 也都跟我在清華 教導看到的學生來講 都非常優秀的多了 那麼第二個就是說 時報他在這個 反媒體壟斷這件事情上面 他這個持續的關心了 大概是媒體裡面 用力最深的這樣子的一個媒體 是值得高度的肯定的 我是覺得是說 越是為這個產業發展 去做這些公益的事情 那這個企業集團 越是會成為這個企業的龍頭老大 越是能夠會獲得 這個社會的這個敬重 那今天這個也是一個 非常好的一個示範 那麼回到這個 今天的這個辯論來講 就是說我想 在題目的設計上面 可能是有一點點小的不理想 就是把那個題目弄得太大了 就是又要納入網路 又要納入電信 這個其實在辯論上面來講 就是很容易立背 這個怎麼講 就是它能分散它的這個集中的這個力道 所以我的建議應該是 你要嘛就是講說我只是納入網路 或者我就是講納入這個電信 而不是網路跟電信兩個 這個性質是不一樣的東西 你都放上來講 那會沒有這個焦點 那就什麼是媒體這件事情 我覺得可能一開始也都需要 有一些的定義 媒體它可以很廣 廣泛到所有的平台、載據 那麼還是說 我們真正想要管的 說想要打擊面的 會影響我們公共意見 形成的所謂的新聞媒體 那這個可能一開始 大家都沒有把它說得太清楚 好像一方認為說 所謂的媒體就是MOD 就一直抓MOD講 或者就是搜尋這個引擎 還是說就是我們講的 國家對於這種媒體的接受 是要非常謹慎的 是要縮小打擊面的 是要真正的去管 會影響我們公共意見形成的 那種比較傳統定義下的 那個所謂的這個新聞媒體 所以新聞媒體很可能 它的真正的defining point 區別點是在於它的行為 而不是它的組織的太一樣 就是說它可能是一個 原來從來不會做新聞媒體的 這樣的一個中華電信 可是它的行為是因為透過 MOD節目的這個alignment 安排它實際上達到了一個 媒體的這個行為的這個效果 所以可能大家對那個媒體 要做一個這個重新的定義 那在論證的過程裡面 剛剛胡老師也都提到 我就盡量不跟它這個重複 那我會建議就是說 我想鼓勵你們今天 這樣一個論辯的這個過程 那但是要把那個方法學好 也就是說怎麼樣的適當去 引用一個權威的這個資訊 那什麼樣的要有自己的意見 像我們會聽到說因為歐洲如何如何 所以我們就應該如何如何 或者德國如何如何 我們就應該如何如何 這也不能怪你們 因為你們的老師們就是我們 也就只是這樣子而已 你看德國怎麼樣怎麼樣 這個有一個辯證的過程 不是德國一定怎麼樣 我們就一定怎麼樣 歐盟一定怎麼樣 或者是我們就一定怎麼樣 或者說陳秉鴻曾經說過什麼 他就一定講的就是一定是對的了 要用自己的話把它消化吸收之後 用自己的話來講 你說中華大學有個碩士論文 曾經說過什麼 這其實都沒有什麼真正的說服力 你用自己的話講 那反而會真正的有這個說服力了 那麼再也就是說大家會講 就是說在這個論證的過程裡面 我不知道現在有沒有禁止了 我們那時候 我們在高中的時候參加編論比賽 我們還喜歡做道具 就是說很簡單 你說到底那個方箭有沒有被人家貼了滿頭包 說你查方箭就出現 支持這個核氏的 核安的廣告 那你就把它download下來 你把它放大在那裡看嘛 對不對 你說對方沒有你來看 你來看 誰也看不到 我們評審也想看 我們都看不到是不是 那你就做一個道具 你看 這就是我今天是剛剛才搜尋的結果 你看方箭就被貼了滿頭包 他已經這個政府高度的置入行銷 什麼的 這個道具 一個picture 可以勝過千言萬語 他的道理也是在這裡 那麼再一個就是說 當然我是學法律的 但我也不期待大家用法律的方式來推導 用很嚴格的法律方式來推導 但是總之 你們當你們在講公平交易法 當你們在講廣電商法 當你們在講反媒體壟斷法的時候 請你們 我打包票你們都沒看過 你們起碼把那個條文拿來看過一遍 把它吞下去再把它吐出來 講的話才比較有一點說服力 要不然都是人云亦云都是空中來空中去 我們說黨政軍要退出媒體 這只有在電信法裡面 廣電商法裡面 那個媒體 其實如果講 黨政軍要退出媒體的話 那只有電子媒體 那麼需要退出 所以平原媒體是不需要退出的 所以我昨天才去馬祖 看馬祖還有一個馬祖日報 就是連江縣政府辦的 所以你要知道那個法律的規範 它的極限在哪裡 那我們通常說 對於壟斷這件事情 公平交易法已經有規範了 不是沒有 我們公平交易法 事實上沒有任何產業的區別 所以它本來就對於媒體 壟斷這件事情是有規範的 那為什麼要在公平交易法之外 特別在針對媒體 來定義一個媒體壟斷法 那麼到底那個條文的內容是什麼 這你們都要把它看過以後 那麼才會有那個說服力 那另外就是說 從法律角度上面來看 就是它所謂的 它是一個很大的媒體 跟它是不是濫用市場獨佔力量地位 這是兩件事情 就到底有沒有媒體的壟斷 那麼跟這個Google 它是不是怎麼樣做差別待遇 這兩個其實沒有什麼關聯 所以對於Google去惡整 這個search的結果的法律上的判斷 或者你可以說它是濫用市場獨佔地位 對它的競爭對手 那你看公平法要怎麼規範 或者其實什麼 它就是misleading消費者 消費者本來期待說我打高硬大的時候 會出現在高雄那個高硬大 結果search的概念不是 我要涉及到第十幾頁之後 那我消費者在這個search過程中 我額外支出的社會成本 這個是對消費者很不利的 這其實消防法應該要管 所以我的建議就是說 比如說大家的論證裡面 就是不要盲目地訴諸權威 那所有的影的資料 用自己的話把它消 腦筋消化之後 用自己的話把它說出來 那所講的法律 你們要把它先看過 那這樣子會讓整個的辯證 會更有這個說服力 我是不是就講這起點意見 跟我們要參考 好 那我們再請賴翔慧賴教授 黃總編輯 兩位評審先進 在場的時報同仁 我們今天的主角 兩位雙方的辯論隊伍 那麼剛才其實在兩位評審先進 所講的這個評論裡面 大概把我想要表達的內容 表達得差不多了 我就簡單補充兩點 其實我會建議 其實正反雙方 剛才都提到了幾個非常好的論點 我甚至覺得 兩邊的隊伍所講的 比很多所謂的名嘴 講的都還要精彩 其實我會建議 這個汪汪松石集團 要不要考慮一下 以後在這個電視節目當中 把我們這個比較厲害的辯識 甚至以後就結合辯論主題 讓學生們來挑戰名嘴 因為我相信你們在做功課的準備上 比名嘴精彩很多 那有人會講說 那名嘴可能不願意啊 你給他車馬費高一點 他就願意了 所以我覺得這樣子 這樣會很精彩 因為我常常看到很多名嘴 沒有做功課 然後就亂講一通 那名嘴其實很會一招 就是當他講的題目 他不會的時候 他就開始去引申別的故事來談 那這時候你們就可以發揮你們的辯論技巧 把主題拉回來 請對方辯友不要離題 我們現在問的是什麼什麼主題 我覺得這個汪汪松石集團可以考慮一下 那另外我剛剛講的就是說 其實這個題目 我們先從這個反方來講 其實反方 我國反媒體壟斷法 應該納入網路電信 你們支持反對立場 其實反對立場最好的論述點 就是NCC包括14號主委 因為他們本身的草案是沒有納入的 所以把他們這個論點加以發揮 那我想這個就是一個非常好的攻擊點 不過我們看到今天 反方在這個部分有提到 但是結合的還不夠多 那其實正方 正方可以談的部分就更有趣了 因為我們這個反媒體壟斷法 主要不希望看到的就是言論的集中 那什麼叫言論的集中 這個就要談到一個觀念 言論市場 Marketplace of Ideas 或者我們在美國聯邦最高法院 叫做意見市場 那意見市場的範圍是什麼 如果所有關於觀念 新聞都算 那網路當然算啊 所以如果反媒體壟斷法 反對言論集中 是要反對言論市場中 言論被集中 那網路為什麼不算呢 甚至剛才你們也提了很多很好的論點 這個很多人現在都是上網找新聞 上網看新聞嘛 那今天假設多數人上網看新聞 甚至我看到最近台灣有很多媒體 比方說我就前幾天開車聽到廣播 中廣就推出新聞APP 所以未來啊 他去注意新聞 也許是透過APP 也許是透過網路 那在這種情況之下 我們要反對言論的集中化 你怎麼可以不把網路或者電信媒體 納在裡面呢 所以我覺得這個也是啊 這個正方 在之後的這個場合裡面可以考慮的 那另外一個我要提的就是說 其實今天正反雙方啊 我自己在看很多的辯論的時候啊 我很喜歡從一個角度來看 就是同樣的問題 你反過來問行不行得通 比方說 反方會覺得說 因為網路啊 它有這個雙向特性 然後它可以這個 這個比方說你上Google 找找找找不到 那你不要用Google嘛 或者說你Google找不到 難道我們只能看Google嗎 我們不能從其他地方去找嗎 同樣的問題 你也拿來問這個傳統的媒體 我們難道今天只能看有些電視嗎 有些電視看不到 我們不能看其他媒體嗎 那這樣一反問 原本的這個攻擊點就破功了 那剛剛反方提到的一些技術問題 我也稍微提一下 反方也在強調說 在網路啊或者是MOD也好啊 它可以利用這個光纖 所以它的容量比較大 有些電視也可以用光纖 數位匯流的意思就是說 所有的媒體技術上都通了 而且現在已經有很多有些電視 是使用光纖傳輸了 所以你們點頭幹嘛 你們剛才有沒有反駁 你們有資料那就要反駁啊 那剛剛這個 反方一直提到就是說 像MOD 它是不會做這種上架的審議的 MOD有一個上架審議委員會 也有駁回過 有一個上架申請 並不是沒有發生過 那甚至於 因為我有一些業界的朋友 也跟我講 說你要去MOD上架 也不是理論上所講的 你要去就可以去 因為MOD它自己要考慮經營 所以我知道中華電信 MOD它現在推出所謂的總量管制 它要限制它一定的量 那在這種情況之下 它怎麼去做審議 怎麼去做審核 我覺得這個也是可以去做討論的 那我想今天這個其實我從兩邊隊伍啊 所談的論點啊 發現我自己也是收穫良多 一方面覺得說 我們現在的這個厚生可畏 有時候我會覺得 就如同剛剛前面劉廣中 劉老師所講的 好像現在的學生啊 上課不是很認真 那我現在知道為什麼了 因為他們這個把 他們做研究的心理啊 去關注在他們 在某些值得探討的利益上 我覺得這一點是非常好的 那最後我非常期望看到 這個汪汪中士集團 未來可以舉辦更多這樣子的辯論 甚至於呢 可以把這樣的辯論啊 跟這個你們的媒體的內容 去做結合 我相信啦 這一定會有 非常的有這個市場性 謝謝 謝謝三位老師的精闢講解 這個其實我們聽了 雖然時間不長 但我們聽了都受益兩多 那剛才賴教授講的 學生去挑戰名嘴 其實我們不瞞你說 我們汪汪中士媒體集團 曾經有想過這個 我們老闆有說 從這中間挖掘一些明星辯士 可以上台當名嘴 這個部分我們會 真的會去這樣做 那當然今天的比賽 雙方其實都全力以赴 我們都看到各位的辯才 其實我們的印象深刻 但是呢 比賽還是要分勝負啦 還是要有輸有贏 那我在這邊呢 就公布我們這個 今天比賽的結果 那我這邊要先事先聲明 這個比賽的這個公布分數啊 跟我們三位老師做的位置 跟三位老師發表評論的次序 都沒有關係 都完全是公平公正公開 那我想我現在就來跟各位報告 這次比賽的結果 那第一張評分單 正方是138分 反方是79分 正方勝 第二張評分單 正方是155分 反方是111分 也是正方勝 第三張評分單 正方是164分 反方是139分 也是正方勝 所以最後結果是正方3票 3比0由正方獲勝 恭喜台北大選 那也謝謝各位今天的參與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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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